不过说到吕秀莲现在要参选总统 她说呢自己的优势就是知名度还有知面度 什么是知面度呢 她举个例子就说 知面度就是大家看到她都叫得出来她的名字 知道她是谁 就像大家都认识林志玲姐姐一样 当然我们知道这两位女性都很杰出 不过有民众说 拿吕秀莲来比林志玲 还是让很多人觉得很难联想 黏土Q版吕秀莲大变身 脸颊瘦一点 下巴尖一点 鼻子挺一点 当然发型也得换一换 两分钟影片捏出Q版林志玲 扎扎眼 网友搞哭手 前副总统变成第一名模 就连女秀莲本尊都说自己知面度很高 大家都认识她 就像大家都认识林志玲一样 怎么讲啊 就是两个三三就是 没办法想象在一起 对对对 我们看到吕秀莲前副总统 我们都知道是吕秀莲 不会把她抢成林志玲 另类联想好像很多人犯不到 只是准备选总统的吕秀莲 真的非常钟爱林志玲 如果以后这么重要的公职 就是一身全面调可以解决 我看林志玲是最有可能出现的 就林志玲跟吕秀莲 你选谁 呃 吕秀莲吧 因为树叶有专攻嘛 林志玲吧 看了比较赏心悦目 PK诈选票 各有支持者 还好知面度也很高的志玲姐姐 跟吕秀莲强攻的市场应该很不一样 甄讯李红杰黄一芬采访报道